马太福音简介 耶稣邀请马太做门徒的时候, 马太在加摆农做收税的工作。 公元31年五旬节后, 马太被选为十二使徒之一。 耶稣传道的三年半里, 马太几乎都跟在耶稣身边。 公元41年左右, 马太是第一个把耶稣的生平和教导写下来的人。 马太的著作连同马可、路加和约翰所写的福音书, 合称为四福音书。 马太福音记录了公元前二年到公元33年间发生的事, 包括耶稣出生前的事, 结尾则是耶稣要门徒去传道, 使人做祂的门徒。 你知道吗? 虽然马太福音是希腊语经卷的第一卷, 但证据显示, 马太福音本来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后来, 马太再把它翻语成希腊语。 马太福音分为二十八章, 前十八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按照不同主题编排的, 主要是记录耶稣在演讲中提到的道理。 从第十九章开始, 马太转而记录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传道工作, 他大致上按照时间顺序记下当时发生的事。 马太福音有百分之四十的记载和细节, 是另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的。 例如, 马太记录了耶稣的家谱, 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养父约瑟, 证明耶稣就是大魏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他也详细地记载了耶稣的登山宝训, 还独家记录了耶稣的许多比喻, 包括小麦和独麦, 贵重的珍珠, 以及脱王的比喻。 马太福音的记载, 一直强调耶稣传道的主题是, 天上的王国。 为了让读者看出耶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 马太福音有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 引用了西伯来语经卷, 难怪马太福音被称为 西伯来语圣经和希腊语圣经之间的桥梁。 你看马太福音时, 请留意他怎样点出 耶稣有权继承大魏的王位。 也请仔细看看耶稣的教导, 以及这卷书怎样强调上帝的王国。 马可福音简介 马可很可能在年轻时成为耶稣的门徒, 当时他跟母亲一起住在耶路撒冷。 他的家可能是早期基督徒崇拜上帝的地方。 虽然马可没有太多机会跟在耶稣身边, 但他经常跟其他使徒来往, 像是彼得、保罗和表哥巴拿巴。 他也有殊荣陪同保罗和巴拿巴从事海外传道工作, 甚至到遥远的巴比伦和罗马传道。 大约公元60到65年间, 马可在罗马写下耶稣的生平事迹。 马可的著作成为第三本福音书, 在早期基督徒会众中广泛流传。 马可记载的事件大致跟其他福音书相同, 但他也记录了一些别的福音书没有的细节。 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看来主要是罗马人。 马可特别对某些犹太习俗和词语的用法加以解释, 因为这些内容可能是罗马人和其他非犹太读者不熟悉的。 马可福音大部分的记载很可能是由彼得将目击的事件转述给马可, 马可再记录下来。 彼得提供的细节让马可能够生动地记下耶稣的感情和做过的事。 马可福音共有16章, 是四本福音书中篇幅最短的。 涵盖的时间从公元29到33年。 第一至十章开头记载, 施敬者约翰开始传道工作, 以及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敬。 接着,马可记录耶稣三年半的精彩传道经历。 这几章的内容也包括耶稣拣选十二使徒, 施行许多奇迹, 以及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第十一至十五章描述, 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活动, 也记录他被人逮捕和处死的经过。 你知道吗? 耶稣被逮捕的晚上, 有个年轻人撇下身上的衣服逃跑了, 他很可能就是马可。 最后一章提到, 最先发现耶稣已经复活的是三个中心的妇女。 当你阅读马可福音时, 请留意, 耶稣怎样显示他有能力医治疾病, 复活死人, 平息风暴, 还有他如何真挚地关怀别人, 以及他怎样热心执行天父的旨意, 让我们看出他成为君王后会成就的事。 路加福音简介 路加是一位医生。 他跟另一位福音书直笔者马可一样, 不是十二使徒之一。 路加记述了耶稣的生平事迹, 但这些记载不是他亲眼所见的。 他很可能在耶稣去世后才成为门徒。 后来, 路加跟使徒保罗一起去各地传道。 路加记述公元前三年至公元三十三年发生的事件。 他按照事情的先后次序写下这本福音书。 路加福音有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记载是其他福音没有的。 例如, 耶稣施行的奇迹中, 至少有六个只出现在路加福音。 路加在书中用了超过三百个医学术语或相关词语。 四福音书中, 只有他用满身麻风来形容病人。 他也提到彼得的岳母发高烧。 路加很可能在公元五十六至五十八年完成这本书。 保罗当时被囚禁在凯撒里亚。 虽然在经卷排序上, 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后面, 但路加福音的成书时间较早。 路加写下福音书时, 除了参考马太福音, 也在圣灵的指引下访问见过耶稣的人。 他还查阅了可靠的历史文件作为依据。 路加福音共有二十四章。 第一和第二章记录了失敬者约翰和耶稣出生前的事情。 如同天使预告的, 伊丽莎白生下了约翰, 半年后, 玛利亚生下耶稣。 你知道吗? 四福音的执笔者中, 只有路加祭述了耶稣十二岁时发生的事。 这件事很可能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告诉路加的。 第三章的资料可以让我们推算失敬者约翰和耶稣展开传道工作的时间点。 这章还列出耶稣的家谱。 玛利亚的祖先可追溯至大魏, 最后追溯至上帝的儿子亚当。 第四至九章记载耶稣早期的传道工作, 他主要在加利利一带宣扬好消息和施行奇迹。 路加不但记录耶稣治好什么疾病, 还描述了耶稣对人显出连续之情。 在第六章,耶稣整夜祷告后, 拣选了十二使徒。 第九章描述耶稣拆纳十二人去传讲王国的好消息和医治病人。 第十章到第十九章前半部分, 记载了在犹地亚和比利亚发生的事件。 耶稣找了更多人来宣扬王国的信息, 这次他拆派七十个门徒去传道。 耶稣说的两个比喻, 良善的撒玛利亚人和浪子回头的比喻, 只出现在路加福音里。 在第十九章后半部分至第二十三章, 路加记录耶稣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和附近传道的经过, 以及耶稣死亡的相关事件。 在第二十一章, 耶稣向门徒预告耶路撒冷的毁灭 和这个制度末期的争相。 根据路加的记载, 耶稣提到末期会有瘟疫, 这是马太和马可福音没有提及的。 最后一章记录跟耶稣复活有关的事件。 四福音中, 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升天。 你读路加福音时,请留意, 耶稣怎样热心传道 并训练门徒宣扬王国好消息。 耶稣预告在最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 从耶稣实行的奇迹, 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王国的君王 会怎样造福全人类。 约翰福音简介 约翰年轻的时候, 他和他的兄弟雅各 在加利利海的岸边修补渔网。 他们受到耶稣的邀请, 成为他的门徒。 公元三十一年逾越节后, 约翰被耶稣选为使徒。 约翰是耶稣的密友。 耶稣在此前将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后完成的。 约翰可能在以弗所或附近写成约翰福音。 当时大约是公元九十八年, 距离耶稣去世将近六十五年。 在这之前, 耶路撒冷已如耶稣所预告的被毁灭了。 约翰福音中的资料 有百分之九十二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 约翰比其他的福音书执笔者更常提到爱。 约翰福音一共有二十一章。 第一章记载耶稣降世为人之前的身份。 他在耶和华身边协助耶和华创造一切。 耶稣被称为话语。 表示耶和华委任耶稣做他的代言人。 第二至六章 记录耶稣传道工作头两年发生的事。 第二章记录耶稣施行的第一个奇迹。 他去加拿参加婚宴。 婚宴进行到一半, 酒就没了。 于是, 耶稣将三百八十升的水 变成上等好酒。 这个奇迹使门徒对耶稣更有信心。 第六章记载, 耶稣施行奇迹, 为保将近五千名男子, 还有很多妇女和小孩。 第七至十二章, 记录发生在公元三十二年逾越节之后的事。 耶稣去伯大尼复活他的好友拉撒路。 虽然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但耶稣施行奇迹, 将他从死里复活。 第十二章描述, 耶稣进耶路撒冷场时, 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 他们向耶稣欢呼说, 愿上帝施行拯救, 奉耶和华的名而来的以色列王是蒙福的。 第十三至十九章, 讲述公元三十三年尼三月十四日发生的事。 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一所房子的楼上庆祝逾越节。 你知道吗? 根据约翰的记载, 耶稣传道期间一共过了四次逾越节。 这是证实耶稣传道一共三年半的证据之一。 耶稣在最后一次过逾越节时, 显出谦卑的精神。 他为门徒洗脚, 甘愿做仆人的工作。 那天晚上, 耶稣吩咐门徒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耶稣这样吩咐门徒, 是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爱心, 真心爱弟兄姐妹。 第十七章记录, 耶稣最后一次在门徒面前祷告的内容。 后来, 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勇敢地向前来逮捕他的人, 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久之后, 耶稣为人类牺牲了生命。 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描述耶稣复活后, 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显现。 你阅读约翰福音时, 请留意, 耶稣多么地爱人类, 他多么地谦卑, 什么证据显示, 耶稣就是弥赛亚, 是上帝王国的君王。 使徒行传简介 使徒行传的直笔者是路加, 第一到十二章的记载 大部分与使徒彼得的活动有关。 第十三到二十八章的记载 则是与使徒保罗有关。 路加曾和保罗结伴同行, 因此有些事件是路加亲眼所见的。 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详细记下基督徒会众的开始, 以及会众如何迅速扩展。 使徒行传延续了路加福音的记载, 涵盖的时间大约二十八年。 从公元三十三年耶稣升天, 到大约公元六十一年, 使徒保罗被软禁在罗马等候凯撒的判决。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只相隔几年, 两卷书都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的。 你知道吗? 路加在路加福音中称呼提阿菲罗为尊贵的先生。 这可能表示提阿菲罗当时是个地位显赫的官员。 后来,路加没有在使徒行传中用这个头衔称呼他。 有人因此推测, 那时提阿菲罗已经是基督徒了。 使徒行传一共有二十八章。 在第一章, 耶稣预告门徒会为他做见证直到地级, 然后耶稣就升到天上去了。 第二章描述, 在十天之后的五旬节, 圣灵临到大约一百二十个门徒身上。 那一天, 大约有三千人受敬。 第三到九章, 记录耶稣的门徒热心传道和施行奇迹的经历。 尽管门徒受到猛烈的反对, 他们还是勇敢地宣扬基督的好消息。 有一个早期的基督徒名叫斯提反, 他因信仰的缘故惨遭杀害。 有一个叫扫罗的男子在一旁观看, 表示赞同。 不久之后, 耶稣向前往大马士革的扫罗显现。 结果, 扫罗成为基督徒, 后来大家称他为使徒保罗。 在第十到十一章, 会众经历一段和平的时期, 耶和华任用使徒彼得扩展传道工作, 吩咐他向外邦人, 也就是非犹太人传道。 在这段扩展时期, 耶稣的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 第十二章描述基督徒再次受到迫害。 西律杀了使徒雅各, 又把彼得关进监牢。 不过, 天使把彼得救了出来。 第十三到二十一章记录公元四十七到五十六年间, 保罗三次精彩的传道旅程。 在第一次传道旅程中, 保罗去了塞浦路斯和小亚西亚的部分地区。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再次去了小亚西亚, 也造访马其顿和希腊。 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程花了大约四年, 终点是耶路撒冷。 保罗在第二和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 受圣灵感示写了六封信。 有学者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 推算出保罗的旅程总长将近一万六千公里。 第21章记录保罗在耶路撒冷遭到逮捕 第22到26章记录保罗受审的经过, 他先后在菲利斯、菲斯都 和西律亚基帕二世面前申变。 保罗在申变时要求向当时 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凯撒上诉。 第27和28章记录保罗被 送往罗马的艰辛旅程。 他在途中遇上传难。 《使徒行传》最后提到保罗被软禁在罗马, 等候审判。 不过保罗还是努力向那些来见他的人做见证。 你读《使徒行传》时,请留意。 门徒领受圣灵热心执行上帝交托的任务。 他们在猛烈迫害下勇敢地做见证。 门徒借着法律途径维护宣扬 上帝王国好消息的权利。 罗马书简介 罗马书在希腊语经卷的 二十一封书信里序列第一。 在这些书信中, 保罗写了十四封, 其中包括罗马书。 保罗很可能在公元五十二年 开始第三次的传道旅程。 公元五十六年左右, 保罗在哥林多城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 当时他还没有到罗马去。 罗马书共有十六章。 第一章, 保罗表示, 想去罗马探望那里的基督徒, 好让彼此得到鼓励。 他也指出, 人没有做恶事的借口, 因为人可以从上帝创造的东西 清楚看出上帝的特质。 你知道吗? 罗马书是保罗的书记得提代笔的。 这封信可能由忠心的姐妹、 非比或与非比同行的人送去罗马。 第二章, 保罗强调上帝是不偏心的。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上帝都用同一个标准审判人。 第三和第四章, 保罗解释, 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有信心, 所以被上帝视为义人。 他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明这点。 在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 上帝还没颁布摩西律法, 耶稣也还没牺牲生命。 可是, 由于亚伯拉罕显出非凡的信心, 他被上帝视为义人。 第五和第六章, 保罗说, 由于亚当犯罪, 罪和死就传给所有人。 人必须信从耶稣, 并接受他的赎假, 才有机会得救。 第七和第八章, 保罗解释, 摩西律法让人知道什么是罪, 并说明为什么基督徒 不受摩西律法约束。 第九和第十章, 保罗说明, 无论是哪个国族的人, 只要对上帝有信心, 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第十一章, 保罗用种在园子里的橄榄树 作为比喻。 拒绝弥赛亚的犹太人, 就是比喻中被折下的枝子。 非犹太裔的基督徒, 则是比喻中野生的橄榄枝子, 被嫁接到橄榄树上。 基督徒必须保持谦卑, 信从耶稣, 才能成为这棵树上的枝子。 第十二和十三章, 保罗劝勉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跟所有人和睦相处。 并且尊重当权的政府。 第十四和十五章, 保罗提醒基督徒不该批评别人, 而应该支持软弱的人。 第十六章, 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 亲切地问候和鼓励罗马的基督徒, 他还特别向二十六个人问好。 你读罗马书时, 请留意, 上帝待人不偏心, 基督徒应该与人和睦相处, 以及人要信从上帝王国的君王耶稣, 才能摆脱罪和死亡。 哥林多前书简介 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基督徒的。 哥林多是一座繁忙的大城市。 保罗于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 在此停留, 并建立了一群会众。 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 保罗在以福所收到来自哥林多的信, 信中提到会众发生不好的事, 令保罗感到不安。 保罗在公元55年左右, 针对这些问题回信给哥林多会众。 哥林多前书一共有16章。 第一到四章, 保罗劝勉哥林多会众要保持团结, 不要分党结派。 他用比喻说明, 不管栽种浇水的是谁, 促成生长的是上帝, 因此不要推崇人。 第五和第六章, 保罗听说, 会众发生不道德的事, 并指示他们该怎样处理。 会众里有人犯了严重的罪, 不肯悔改, 因此为了保护会众, 必须开除犯过的人。 保罗也劝勉会众里的人, 远离不道德的性行为。 第七章, 保罗向独身和已婚的基督徒提出良好的劝告。 第八到十章, 保罗说, 为了顾及别人的良心, 也为了让人接受好消息, 有时我们甘愿放弃一些自己有权做的事。 你知道吗? 在哥林多附近, 每两年会举行一次地下运动会。 当地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活动, 因此保罗用赛跑做比喻, 帮助他们看出在永生赛程里, 需要表现信心和保持忍耐。 第十一章, 保罗说明该如何举行煮的晚餐。 第十二章, 保罗强调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 会众的每个成员也一样。 耶和华看到我们团结合作, 一定感到很高兴。 第十三章, 保罗说明有爱心的人, 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第十四章强调, 基督徒聚会时应该要和谐有秩序。 第十五章, 保罗证明复活的希望是真实可信的。 他指出, 耶稣已复活, 实现了圣经的预言, 很多人也亲眼见证这件事。 通过耶稣付出的赎价, 罪和死亡被征服了。 第十六章, 保罗说明该怎样收集捐款, 救济在耶路撒冷的穷困基督徒。 你读哥林多前书时, 请留意, 真基督徒要保持团结, 会众成员要谨守耶和华的道德标准, 人要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才能获得上帝借着他的王国赐给人的福分。 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之后过了几个月, 受上帝指引写了哥林多后书。 在此之前, 提多去哥林多协助当地弟兄收集捐款资助犹地亚的基督徒。 保罗可能请他同时留意哥林多会众对前一封信的反应。 提多离开哥林多后, 前去跟保罗会面, 告诉他有关那里的消息。 保罗听到之后感到很欣慰, 再次写信给哥林多会众。 哥林多后书一共有十三章。 第一章, 保罗说, 耶和华是慈悲的父亲, 也是赐一切安慰的上帝。 我们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 上帝都安慰我们。 第二章, 保罗表示他先前写信谴责哥林多的基督徒, 是因为自己深爱他们。 保罗还劝慧众要宽恕并重新接纳之前被开除的犯过者, 因为他已经悔改了。 第三章谈到, 有上帝的帮助, 我们才能做好他交给我们的工作。 第四章, 保罗将我们为上帝所做的各种服务, 比喻成珍宝, 是放在瓦器里的。 虽然我们不完美, 像平凡的瓦器, 但我们传讲的宝贵信息, 能为自己和那些愿意听的人带来永远的生命。 第五章, 保罗说, 基督的爱催逼我们, 我们真心感谢耶稣伟大的爱, 就会受到感动, 决心为他而活。 我们也会因为爱他而向他学习, 对人表现爱心。 第六章, 保罗用比喻说明, 我们跟不是真基督徒的人交朋友, 不但没有益处, 还会损害自己的信心, 放弃基督徒的信仰。 第七章对比了两种人, 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伤心难过。 一种人伤心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得罪了上帝, 这样的人会请求上帝的宽恕并痛改前非。 另一种人是为了世俗的因素而伤心, 他感到伤心难过, 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过犯被揭发出来, 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打算求上帝宽恕。 第八和九章, 保罗鼓励哥林多基督徒, 要救济在犹地亚经历困苦的弟兄, 彻底做好这个工作。 你知道吗? 保罗在谈到传道教人的工作和赈灾工作时, 用的是同一个希腊语词。 可见, 崇拜耶和华的真基督徒也会参与救灾工作, 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由于哥林多会众受到假使徒的影响, 在第十到十三章, 保罗提出有力的证据, 反驳他们的主张。 保罗提醒哥林多会众, 圣经的真理可以推翻错误教义, 恶习和不良态度等根深蒂固的事物。 这些事物与上帝的智慧相抵触。 你读哥林多后书时请留意, 此人安慰的上帝耶和华怎样鼓励和帮助他的子民。 人真心悔改就可以做上帝的朋友。 平凡的人也可以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 加拉泰书简介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或之后写了加拉泰书。 他可能是在哥林多或叙利亚的安提阿写下这封信的。 保罗的书信大多由别人代笔, 但加拉泰书是他亲手写的。 保罗在大约公元50到52年间写下这封信。 你知道吗? 加拉泰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中部。 保罗写这封信给加拉泰行省的一些会众, 其中可能包括皮西迪亚的安提阿、 以戈念、路斯德和特弊等地的会众。 当时,会众里有人提出错误主张, 声称真基督徒必须遵守摩西律法, 于是保罗写信提出论据, 反驳他们。 加拉泰书一共有六章。 第一章,保罗提到自己原先是犹太教徒, 后来成为基督徒。 保罗表明自己所教的信息都是来自耶稣基督的, 他劝勉加拉泰的基督徒不要听信别的主张。 第二和三章,保罗说明人不会因为遵守摩西律法 就成为正义的人。 保罗说律法是监护老师, 能引导人相信基督, 人要信从耶稣才能成为一人。 保罗说明亚伯拉罕的苗义 就是耶稣基督和那些跟基督一起统治的人。 不过保罗在四到六章警告加拉泰的基督徒, 不要让自己被人的观念束缚, 就像受到奴役一样。 保罗在第四章里用象征的手法 对比了下甲和撒拉, 以及他们的儿子以什玛利和以撒。 下甲象征地上的耶路撒冷, 他的儿子以什玛利象征以色列人, 是律法的奴隶。 撒拉象征在上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耶和华组织的天上部分。 以撒象征受上帝任命去天上的基督徒, 他们是上帝的儿子, 是自由的。 不过保罗警告基督徒, 不该用这样的自由作为借口, 放纵自己的欲望。 保罗列出顺应肉体的行为和圣灵果实的特质, 并对比两者的结果。 你阅读加拉太书时, 请留意, 基督徒要被上帝施作义人, 就需要对耶稣有信心。 我们表现出圣灵的果实, 就会在生活上获得益处。 亚伯拉罕的描迹, 就是基督耶稣和那些与他在天上 一起做君王的人。 以辅索书简介 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 初次拜访港口城市以辅索。 那时可能是公元52年, 与保罗同行的有亚居拉和百姬拉。 保罗在此只停留了一小段时间, 不过他请亚居拉和百姬拉 留在以弗所继续传道教人。 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时 重返以弗所, 在那里逗留了三年左右。 他在当地热心传道, 也跟以弗所的基督徒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后来, 使徒保罗在公元60或61年左右 写信给以弗所会众。 他当时被软禁在罗马, 等候审讯。 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 第一章 谈到上帝设立的管理安排。 借着这个安排, 被挑选到天上去的人 和在地上生活的人 都能通过基督与上帝 团结合一, 组成一个大家庭。 第二章, 使徒保罗把摩西律法 比作一道墙。 这道墙, 长期将犹太人 和其他民族分割开来。 然而, 耶稣牺牲生命, 借此废除了律法之约, 拆毁了这道墙。 第三章, 保罗提到基督的神圣秘密, 并解释上帝除了挑选犹太人, 也挑选其他民族的人 与基督一起在天上做君王。 你知道吗? 在伊夫索, 有一座著名的大神殿 是献给阿尔特密斯女神的。 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当地有很多银匠 制造阿尔特密斯神殿外形的小银刊, 并发了大财。 保罗在伊夫索停留了大约三年, 他帮助人看出 崇拜偶像是错误的行为。 很多人因此不再使用偶像, 并归信基督教。 这令制造偶像的工匠 大为愤怒, 甚至引发暴动。 第四章, 以夫索的基督徒受到劝告, 要改变以往的行径, 除掉旧品格, 并且学习上帝的标准, 穿上新品格。 第五章, 保罗鼓励以夫索的基督徒, 做人做事总要怀着爱心, 在家里也要表现这种爱心。 他劝告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并劝告做丈夫的要继续爱妻子, 正如基督爱慧中。 第六章, 保罗用比喻, 勉励以夫索的基督徒, 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盔甲。 这样, 他们不论面对什么困难, 都能继续对上帝保持忠贞。 你读一幅所书时, 请留意。 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标准, 穿上新品格。 我们要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盔甲。 以和华召集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与基督一起做上帝王国的君王。 腓利秉书简介 石图保罗被软禁在罗马。 在这期间, 他写下腓利比书。 这卷书是在公元60或61年左右写成的。 多年前, 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来到特洛阿斯, 他在那里看到一个异象。 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里恳求保罗, 说, 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 于是, 大约在公元50年, 保罗和同伴开始在马其顿地区的 腓利比城传讲好消息。 他在当地建立了一群会众, 但也受到迫害。 民政官下令用杖痛打保罗和希拉, 又把他们关进监牢, 用枷锁把他们的脚锁住。 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期间回到腓利比。 他写给腓利比会众的信, 充分表达了自己跟当地基督徒之间的深厚感情。 腓利比书一共有四章。 第一章, 保罗表示, 他被监禁在罗马, 反而有利于传讲好消息。 使徒保罗在迫害下勇敢坚定, 这让其他弟兄受到鼓励, 放胆宣扬上帝的话语。 第二章, 保罗勉励菲利比的基督徒, 要不断培养基督的思想态度。 保罗称赞他们, 说他们在世人当中如同明光照耀。 你知道吗? 保罗被囚在罗马期间, 腓利比会众派乙巴伏提送礼物给保罗, 之后, 保罗拆乙巴伏提回腓利比, 请他把信带给腓利比会众。 第三章, 保罗提醒会众当心倚仗肉身条件的人, 这些人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优越。 保罗以前属于法利塞派, 他把当时享有的名誉、地位视作废物, 对保罗而言, 认识基督并与他联合更有价值。 第四章, 保罗劝勉弟兄姐妹, 只要向上帝祷告, 恳切祈求并表达感谢, 就可以感到内心安宁。 保罗也感谢会众表现慷慨, 为他提供物质援助。 你读腓利比书的时候, 请留意, 我们在考验下, 勇敢坚定, 可以鼓励其他人。 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圣灵, 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基督的思想态度。 我们真诚地向上帝祷告, 并耐心等候他的王国, 就会有真正的内心安宁。 哥罗西书简介 使徒保罗在罗马时写下哥罗西书, 时间大约是公元60至61年。 保罗当时在罗马第一次被囚, 软禁在家中。 哥罗西书的内容显示, 保罗写信时还没有去过哥罗西, 哥罗西汇众是在以巴弗的协助下成立的。 不过,保罗认识那里的一些基督徒, 例如亚非亚、亚基布和菲利门, 保罗曾受上帝启示写信给菲利门。 汇众成立后不久, 就有假导师提倡错误的道理, 企图误导汇众里的人。 于是以巴弗不远千里, 从哥罗西启程去罗马, 向保罗报告哥罗西汇众的情况。 哥罗西书一共有四章。 第一章, 使徒保罗勉励哥罗西的基督徒 要继续吸收知识, 确切认识上帝。 保罗接着谈道, 耶稣基督是那不能见的上帝的形象, 是受造物中的投生子。 上帝通过耶稣创造了万物。 另外, 耶稣也是汇众的元首。 第二章, 保罗告诫哥罗西汇众, 要小心那些鼓吹哲学思想, 或强求别人遵守摩西律法的人。 保罗说明, 上帝已借着基督, 把摩西律法废除了, 仿佛把律法定在苦行柱上。 你知道吗? 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 保罗提到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马可又叫约翰。 在第一次传道旅程时, 马可曾陪伴保罗和巴拿巴一小段时间。 但令保罗失望的是, 马可突然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了。 大约十二年后, 马可在罗马陪伴保罗。 显然, 他们已经化解矛盾, 再度并肩工作。 第三章, 保罗鼓励哥罗西的基督徒 要继续追求天上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此外, 使徒保罗也劝他们要脱去旧品格, 并且穿上新品格, 也要继续彼此甘心宽恕。 第四章, 保罗勉励他们, 祷告要坚持不懈, 也要常常怀有感恩之心。 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 说话要时刻带着恩词, 用盐调味, 使你们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逆读哥罗西书时, 请留意。 我们要不断吸收知识, 确切认识上帝。 基督徒要培养良好的品格。 我们说话应该亲切有理, 尤其在分享上帝王国的信息时, 更要留意这点。 贴萨罗尼加前书简介 大约公元五十年末, 第二次传道旅程期间, 保罗在哥林多受上帝启示, 写下了贴萨罗尼加前书。 在抵达贴萨罗尼加不久后, 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传道。 不久就在那里建立了一群会众, 有些犹太人嫉妒保罗, 就在城里煽动暴民作乱, 会众送保罗和希腊到比利亚去之后, 仍继续在当地放胆传道。 贴萨罗尼加前书一共有五章。 第一章,保罗热心称赞会众成员, 因为他们接受上帝的话语, 而且在患难中保持忍耐。 保罗也告诉当地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忍耐和信心已经成了 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徒的榜样。 第二章,保罗表达了对贴萨罗尼加会众的温情, 也说自己努力工作, 以免成为他们的经济负担。 你知道吗? 使徒保罗以制造帐篷为职业, 他有可能通过做帐篷, 赚取在贴萨罗尼加的生活费用。 第三章,保罗说他派提摩泰去贴萨罗尼加, 是为了巩固门徒的信心。 现在,提摩泰回来告诉保罗会众充满信心和爱心。 第四章,保罗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件事, 安慰那些同时亲友的信徒, 向他们保证复活必定实现。 第五章,保罗表明耶和华会通过他的大日子 铲除所有仇敌, 也说明大日子来临前会发生哪些事。 保罗把遵守上帝标准的人成为光明之子, 他们与拒绝接受上帝标准的人对比鲜明。 保罗劝勉会众成员, 保持警醒, 事事都要验证, 不断祷告, 并且彼此鼓励。 密读贴萨罗尼加前书时, 请留意。 我们在考验下坚定不移, 可以鼓励其他弟兄姐妹。 复活的希望, 能安慰痛失亲友的人, 使他们更坚强。 上帝王国的君王耶稣基督, 将消灭上帝的所有敌人。 保罗完成帝撒罗尼加前书不久后, 大约在公元51年, 他受上帝指引, 在哥林多写了帝撒罗尼加后书。 在第一封信里, 保罗劝勉弟兄要过平静的生活, 安分守己, 也要努力工作, 养活自己。 在保罗写第二封信时, 那些劝告仍然适用, 因为当时会众中, 还有一些人好管闲事, 又不愿意自食其力。 另外, 当地会众可能收到一些消息说, 耶和华的日子到了。 看来, 当时有些人冒充使徒保罗等负有职责的弟兄, 散播不实的消息。 帖撒罗尼加后书一共有三章。 第一章, 保罗称赞弟兄们显出信心和忍耐。 保罗向他们保证, 基督以君王的身份消灭上帝, 当地的仇敌时, 受患难的人就会得到疏解。 第二章, 保罗说明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之前, 有些事会先发生。 那些事包括大规模的叛道, 以及不法的人显露出来。 不法的人就是指叛道的宗教领袖群体, 这些人会使自己凌驾在会众之上。 你知道吗? 当时可能有一封冒充保罗写的信被传开, 所以保罗写道, 我保罗在这里亲笔向你们问好, 我每封信都有这个特征, 这是我的笔迹。 第三章, 保罗提醒会众要把不守规矩的人记下, 不要再跟他们来往, 原因可能是这些人不愿意出力工作。 但会众不应该把这样的人当作敌人, 而是应该把他们看作弟兄, 继续劝戒他们。 这样做, 是为了推动这些人悔改。 你读贴撒罗尼加后书时, 请留意, 撒旦会利用骄傲、 邪恶的人破坏基督的纯正道理。 我们要避免与不守规矩的人来往, 并劝戒这些弟兄。 我们在耐心等候亡国时, 要继续在患难中保持忍耐。 提摩泰前书简介 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在马其顿写给提摩泰的, 时间大概是公元61到64年之间。 信里的内容显示, 提摩泰当时在以辅索。 保罗在信中向提摩泰说明会众的运作方式, 也说要当心错误的道理和贪财的陷阱。 提摩泰前书一共有六章。 第一章,保罗劝提摩泰要留在一幅所, 好能纠正那些偏离基督教导的人。 保罗在信中感激基督对他表现怜悯。 虽然保罗归信前曾迫害基督徒, 但耶稣依旧信任他, 让他执行传道教人的工作。 第二章,保罗说为别人祷告很重要。 他也提到要为政府官员祷告, 好让基督徒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能专心传道。 保罗解释, 上帝的旨意是要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得救, 确切认识真理。 第三章, 保罗说明基督徒男子, 如果想在会众里做监督或助理仆人, 就需要符合某些资格。 你知道吗? 一座竭力的希腊语词, 在原文中意思是伸长手臂去购到某个东西。 保罗借词说明弟兄如果想多为会众服务, 就需要付出努力。 第四章, 保罗预告有些人会离弃信仰, 还会企图误导别人。 这些叛道者会散播谎言, 甚至禁止人嫁娶。 保罗劝勉提摩泰要在言谈和行为上做会众的榜样, 对人表现爱心, 也要继续致力于宣读和教导的工作。 第五章, 保罗告诉提摩泰要把年长男子当作父亲, 年轻人当作兄弟, 要把年长女子当作母亲, 年轻女子当作姐妹。 保罗还写道, 如果会众中有年老贫寒, 无依无靠的寡妇, 而他们也有良好的名声, 那么会众就要为这样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第六章, 使徒保罗说有些人骄傲自大, 他们的教导与基督所教的相违背。 保罗还提醒说, 有些人一心贪财, 结果误入歧途, 偏离了信仰, 不得不遭受许多痛苦, 让自己遍体鳞伤。 真基督徒不应该贪婪, 他们应该慷慨待人, 乐善好施, 全心信赖上帝, 这样他们才能抓紧真正的生命。 你读提摩泰前书时, 请留意, 耶和华希望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得救, 确切认识真理, 真基督徒应该避开贪财的陷阱, 上帝的王国将给人真正的生命, 这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 提摩泰后书简介 保罗在罗马写下提摩泰后书, 当时大约是公元65年, 罗马皇帝尼路已经开始迫害基督徒, 保罗再次被囚禁在罗马, 他前一次只是被软禁, 但这次他要面对更严峻的情势, 保罗不仅被关在牢房, 而且即将被处死。 保罗写了这封充满温情的信给提摩泰, 鼓励提摩泰要善用上帝给他的恩赐, 就像把火堆眺望一样, 也要全力成为上帝认可的人。 保罗还提醒提摩泰, 要远避年轻人的欲望。 提摩泰后书一共有四章。 保罗写信时, 提摩泰可能还在一副所, 保罗在信的开头说了些话鼓励提摩泰, 然后他提到亚西亚行省的弟兄离弃了自己, 但奥尼瑟夫勇敢地寻找并帮助他, 让保罗感到很欣慰。 第二章, 保罗吩咐提摩泰把从他身上学到的事 交给忠信的弟兄。 保罗告诉提摩泰, 要弃绝愚蠢无知的辩论, 因为这种行为会引起争吵。 你知道吗? 提摩泰后书是保罗写的十四封信中的最后一封。 保罗在大约十五年内写下这些受上帝启示的经卷, 其中至少有五封是他第一次在罗马贝丘时写的。 当中的希伯来书可能是保罗或是前或或是后不久写下的。 第三章, 保罗预告撒旦的世界快要结束时, 人们普遍会有哪些态度和行为? 保罗提醒提摩泰, 经卷里的话都是上帝指引人写下的, 让提摩泰有智慧可以得救。 保罗也说, 所有想要追随基督耶稣过虔诚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 第四章, 保罗郑重吩咐提摩泰要急切地传讲上帝的话语, 因为将来会有一段时期, 人们容不下健全的教导, 只想听顺耳的话。 保罗的话显示他知道自己将被处死, 因此他促请提摩泰和马可尽快来见自己。 你读提摩泰后书时, 请留意。 保罗虽然知道自己即将被处死, 还是非常关心别人, 特别是他所疼爱的提摩泰。 所有想过虔诚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 我们可以向保罗和提摩泰学习, 将目光专注在上帝的王国之上, 彻底完成传道工作。 提多书简介 使徒保罗在公元61至64年期间, 受上帝指引写信给提多。 写作地点可能是马其顿, 此前保罗首次被囚禁在罗马。 他很可能在获释之后, 陪提多去克里特岛传道。 后来, 保罗离开那里, 提多继续留在岛上。 提多接获的委派很不容易。 很多克里特人常常说谎, 十分懒惰, 喜欢大吃大喝。 有些基督徒也受到影响。 保罗吩咐提多留在克里特, 纠正会众里的问题。 他也吩咐提多委任符合资格的弟兄做长老。 提多书一共有三章。 第一章, 保罗列出做会众长老的资格。 他也告诉提多要严厉地责备那些试图误导弟兄的人。 例如, 有些人言谈无意, 死守割礼, 或显出反叛的精神。 第二章, 保罗指出基督徒男女, 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要表现哪些美好的品格。 保罗鼓励提多, 说话做事要充分运用身为监督所拥有的权利, 不要让人小看他。 你知道吗? 圣经显示, 提多是个忠心可靠的基督徒监督, 可以胜任艰巨复杂的任务。 他为人勇敢, 有爱心, 意志坚定, 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因此, 保罗深信, 提多一定会做好在克里特的委派。 第三章, 保罗提醒克里特的基督徒要服从政府, 要通勤达理, 避免争吵, 以及要温和地对待所有人。 最后, 保罗告诉提多, 跟摩西法典有关的争论是愚蠢的, 所以要避开, 也要跟那些鼓吹宗派思想的人断绝来往。 你读提多书时, 请留意, 基督徒监督要勇敢地处理会众里发生的问题。 上帝吸引不同背景的人, 并用神圣力量帮助他们培养基督的美好品格。 上帝王国的子民, 要坚决抵抗撒旦世界所表现的恶劣精神。 这封信是保罗写给他的基督徒好友菲利门的。 菲利门住在小亚西亚的哥罗西。 大约公元60或61年, 保罗在罗马因菲利门的奴隶奥尼西木写了这封信。 奴隶西木从主人家里出逃后, 在罗马结识了保罗, 不久后成为基督徒。 菲利门书只有25节。 保罗首先问候了菲利门 以及在菲利门家聚会的弟兄姐妹, 其中有亚非亚和亚基布。 接着,保罗告诉菲利门, 虽然奴隶西木以前只是个奴隶, 但他现在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基督徒弟兄。 保罗甚至想把奥尼西木留在罗马。 不过,保罗没有滥用使徒的权利, 擅自把菲利门的奴隶留在身边。 他要奥尼西木回到1400多公里外的哥罗西, 找主人菲利门。 保罗希望菲利门可以本着基督徒的爱心, 并看在他的情面上接纳奥尼西木, 不要再把他当作奴隶, 而是当作弟兄。 保罗通常请人带笔写信, 但这封信是保罗亲笔写的。 你知道吗? 菲利门书是保罗的书信中唯一一封 专门为了处理私事而写给某个人的信件。 保罗在信中为奥尼西木说情, 帮助菲利门接纳这个已成为弟兄的奴隶。 他深信菲利门做的会比自己提到的更好。 你读菲利门书时请留意, 要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对他们有信心。 保罗没有越权行事, 显出谦卑的精神, 表现仁慈和宽恕十分重要。 以上这些都是所有想成为上帝王国子民的人 必须学习的。 西伯来书简介 保罗大约在公元61年写下这封信。 他也大概在那时候从罗马获释。 信的内容显示, 这封信是写给住在犹地亚的犹太裔基督徒的。 他们很多人已经做基督徒很久了, 但有些人还需要学习圣经的基本道理, 就像婴儿只能吃奶, 不能吃固体食物。 这些人信心软弱, 很难抵抗犹太宗教领袖及其党羽对基督教信仰的攻击。 反对者可能抨击基督徒, 说他们的信仰不像犹太教有实际的事物。 比如宏传的圣殿, 祭祀团, 献祭的安排, 还有摩西法典, 以及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悠久历史。 因此, 保罗写这封信给希伯来义的基督徒, 鼓励他们把信心建立在天上与基督有关的安排。 这些安排也是实际的, 而且比犹太教倚仗的安排优越得多。 保罗的这封信, 也能纠正那些死守摩西法典的希伯来义基督徒。 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 第一到三章, 主要说明耶稣所拥有的崇高地位。 天使和摩西的地位都不如耶稣。 第四到十章说明, 耶稣是在天上服务的大祭司, 比在圣殿服务的犹太大祭司优秀得多, 因为犹太大祭司是不完美的, 而耶稣是完美无罪的。 犹太大祭司献上的动物价值十分有限, 而且它们必须每天都为人民的罪献祭。 可是, 基督在天上把他完美生命的价值 作为暑假献给上帝, 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耶稣的暑假也是新约的基础, 这个约比摩西作为居见人的法典之约更好。 你知道吗? 西伯来书九章九节说, 这个圣物是个象征。 保罗在这里指的是摩西所造的圣物。 以这个圣物为中心进行的崇拜, 和在这里献上的寄生, 不能完全消除人的罪。 不过, 有一个不是人手建造的圣物更伟大。 这个圣物指的是根据基督熟假所建立的崇拜安排。 通过这个安排, 我们就可以跟上帝有良好的关系, 直到永远。 第十章, 我们学到, 基督的门徒应该经常聚会, 彼此鼓励, 在终结临近的时候就更要这样做。 第十一章的主题是信心。 保罗谈到耶稣出生以前的一些忠心仆人, 他们都曾通过言行, 显出坚强的信心。 第十二章, 保罗提到有一大群仿佛云彩的见证人十分勇敢。 他接着指出, 最伟大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信心的引领者和成全者。 我们要像他一样有信心, 就要有圣洁的品行。 因此, 保罗最后在第十三章劝勉我们, 要继续显出弟兄之爱, 要尊重婚姻, 也要服从那些在我们当中带头的人。 你读西伯来书时, 请留意。 保罗有力地表明基督教信仰多么优越。 我们在撒旦世界的终结来到前, 可以怎样继续加强信心? 上帝任用耶稣, 也就是上帝亡国的君王兼大祭司, 永远消除罪和死亡。 雅各书简介 证据显示, 这封信是耶稣同母义父的弟弟雅各写的。 他受上帝指引写这封信的时间, 应该是在公元六十二年之前, 他当时住在耶路撒冷。 雅各在信中劝勉基督徒, 在考验下要信心坚定, 忍耐到底, 不要做出惹上帝发怒的事情, 要用行动证明对上帝的信心。 像耶稣一样, 雅各在讲解重要道理的时候, 也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做比喻, 例如海浪、 花草树木、 一个照镜子的人、 以及金钱。 雅各书一共有五章。 第一章, 雅各说, 我们要怀着信心不断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不要怀疑, 因为怀疑的人就像被风吹动的海浪一样, 起伏不定。 第二章, 雅各责备那些贤贫爱富的人, 他们没有遵守爱人如己这条崇高的法律, 导致弟兄姐妹产生阶级之分。 你知道吗? 雅各在信中经常提到 《登山宝训》里的内容。 例如, 我们即使遭到迫害, 也能保持喜乐。 要实践上帝的话语, 不要只是听过就算了。 想得到上帝的原谅, 我们就要先原谅别人。 第三章, 雅各谈道, 我们都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言谈, 特别是有资格在会众里施教的导师。 为了帮助人明白控制舌头, 也就是留意言谈的重要性, 雅各用了一些比喻, 例如配头, 船舵, 火苗, 和泉水。 第四章, 雅各说明, 有罪的欲望是造成人互相争斗的原因。 他也说, 谁跟世俗友好, 就是跟上帝敌对。 但如果我们反抗魔鬼, 亲近上帝, 上帝就会亲近我们。 第五章, 雅各说, 上帝会惩罚那些仗着自己的财富权力, 压迫别人的人。 雅各接着鼓励人要有耐心。 他说, 农夫会耐心等待天降雨水, 我们也要耐心等待上帝通过基督实现他的承诺。 一个人如果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 就需要向长老求助。 长老会为他祷告, 并仁慈地用上帝的话语帮助他修复和上帝的关系。 你读雅各书时请留意, 我们遇到困难, 不该认为是上帝在考验我们。 我们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言谈, 我们要耐心等候上帝的王国。 彼得前书简介 使徒彼得指出, 彼得前书和后书这两封受上帝启示的书信是由他写的。 他在巴比伦写下彼得前书, 时间大约是公元62到64年。 彼得是在希拉的帮助下写这封信的, 这个希拉很可能就是先前跟保罗一起工作的那个希拉。 彼得前书是写给有希望到天上去的基督徒的, 他们居住在本都、加拉泰、卡帕多西亚、亚西亚和比提尼亚各地。 这些地方的基督徒当时都面对许多考验。 彼得前书一共有五章。 第一章 彼得提醒有希望到天上去的基督徒, 上帝使耶稣基督复活, 借此让他们获得新生有长存的希望。 他们只要一直忠于上帝, 就会得到上帝为他们在天上保留的不会消失的产业。 因此,他们要振作精神, 准备好为上帝服务, 但也要提防有罪的欲望。 第二章谈到, 有希望到天上去的基督徒是有王权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族, 而且他们会乐意向人施育。 第三章指出, 做妻子的要怀着爱心顺服丈夫, 就像撒拉顺服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一样。 另一方面, 丈夫也要尊重妻子。 你知道吗? 在彼得前书, 彼得至少引用了来自六本圣经书卷的经文, 分别是《创世纪》、 《除埃及纪》、 《立位纪》、 《诗篇》、 《真言》和《以赛亚书》。 彼得像耶稣那样经常引用圣经, 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第四章, 使徒彼得强调我们要像基督一样, 按照上帝的旨意运用一生。 就算这样做会带来严峻的考验。 彼得也鼓励我们要经常祷告, 保持警醒。 第五章, 彼得劝勉身为长老的人, 要有舍己为人和谦卑的精神, 牧养会众里的人。 接着, 彼得说, 我们人人都要把所有忧虑谢给上帝, 因为他关心我们。 你读彼得前书时, 请留意, 基督徒要振作精神, 准备好为上帝服务。 夫妻该怎样彼此对待? 我们要甘愿忍受考验, 等待上帝的王国来临。 彼得后书简介 使徒彼得指出, 彼得前书和后书这两封受上帝启示的书信是由他写的。 他在写下彼得前书后不久, 在大约公元64年写下彼得后书。 他当时可能还在巴比伦或巴比伦附近。 彼得鼓励所有受上帝挑选的基督徒要留意, 不要失去到天上去的殊荣。 他们也要提防假导师, 还要留意圣经的预言。 彼得后书一共有三章。 第一章谈到, 耶稣改变形貌的意向。 通过这个意向, 彼得、雅各以及约翰能预先看到耶稣得到王国权柄后的荣耀。 这个意向也让基督徒对圣经的预言更有信心。 因此, 基督徒要留意预言, 好像留意在暗处照耀的明灯。 第二章, 彼得警告说, 会众里会有假导师出现, 他们会引入使人灭亡的教派。 这些假导师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了, 他们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居民一样, 受到上帝的惩罚。 你知道吗? 彼得写这封信时, 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 不过, 他没有太在意自己的事情, 而是继续按照耶稣给他的人爱吩咐去做, 喂养我的小绵羊。 第三章, 彼得谈到耶稣基督成为王国的君王后会发生的事。 他预告, 到时会有人说嘲讽的话, 这些人会故意不理会在挪亚日子, 上帝曾经毁灭恶人这件事实。 彼得接着指出, 上帝承诺会有一个 新天新地, 有正义住在其中。 在等待这个承诺实现期间, 基督徒要密切留意圣经里的话, 也要有虔诚的行为。 一读彼得后书时, 请留意, 耶稣改变形貌的意向, 怎样使我们对圣经的预言更有信心? 我们必须提防贾导师。 我们也要耐心地等待新天, 也就是上帝的王国, 而这个王国会统治新地, 一个由敬畏上帝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 约翰一书简介 在使徒约翰收上帝指引写的三封书信中, 约翰一书篇幅最长, 约翰很可能在以福所或附近写下这封信, 写作时间大约是公元98年, 这与他执笔写约翰福音的时间大致相同。 约翰一书的写作对象不是某个人, 而是所有基督徒。 约翰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加强基督徒的信心, 让他们对上帝揭示给基督徒会众的真理, 坚信不移。 这封信谈到三个主题, 分别是基督的敌人、 罪和爱心。 约翰一书共有五章。 第一章, 约翰指出上帝就是光, 基督徒必须在光里行走。 如果要在光里行走, 我们就要承认自己有罪, 需要基督所献的求恩的寄生才能得到宽恕。 第二章, 约翰警告要提防基督的敌人, 他们散播错误的道理, 例如耶稣不是基督, 或上帝的儿子还没有以肉身到地上来。 你知道吗? 三十多年以前, 圣经已经预告会有假导师引入使人灭亡的教派, 他们会设法拉拢门徒跟从他们。 约翰的书信显示, 预言提到的叛道事例已经出现了。 第三章, 约翰对比了上帝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 上帝的儿女彼此相爱, 而魔鬼的儿女则向该隐憎恨自己的弟兄。 第四章, 约翰延续爱的话题, 他提醒我们, 一个人不可以只说自己爱上帝, 却不爱基督徒弟兄姐妹。 第五章, 约翰说, 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 就是爱他了。 此外, 约翰也向我们保证, 凡是跟上帝的旨意一致地祷告, 上帝都会垂听。 你读约翰一书时, 请留意, 我们必须远离叛道的是, 怎样才不会经常犯罪? 要培养对上帝王国子民的爱心。 约翰二书简介 约翰的这封信和他纸笔的另外两封, 都是在大约公元98年写的。 地点很可能在以福所或附近, 当时约翰可能快到100岁了。 约翰在信的开头说, 我这个老人写信给被选上的那位夫人和他的儿女。 有人认为被选上的那位夫人可能指某群会众, 或者一个叫基利亚的姐妹, 基利亚在希腊语的意思是夫人。 约翰二书的很多论点都和约翰一书相似。 例如,约翰再次提到, 基督徒要彼此相爱。 他也说, 我们按照上帝的种种诫命处事为人, 就是爱了。 接着, 约翰警告说, 有很多骗子已经在世上出现了。 这些人是基督的敌人, 不承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过。 你知道吗? 在约翰二书十十一节, 约翰补充了第一封信的内容。 关于怎样对待偏离基督教导的人, 他提醒基督徒说, 绝不可请他进你们家里去, 也不可向他问好。 约翰二书洋溢着约翰对基督徒弟兄的爱, 他希望这些被上帝挑选到天上去的基督徒, 能取得完满的奖赏, 包括跟基督一起在王国里施行统治。 你读约翰二书时, 请留意, 约翰这位年长的使徒, 怎样流露他对弟兄姐妹的爱, 他多么渴望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种种诫命处事为人, 以及基督徒坚决抵抗叛道势力, 就有希望承受上帝的王国。 约翰三书简介 约翰于大约公元98年, 在以弗所或附近写下第三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他亲爱的弟兄盖尤的。 盖尤是当时常见的罗马名字。 约翰三书共有十四节, 盖尤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因为他不但谨守真理, 而且乐意款待不认识的弟兄, 使徒约翰称赞盖尤的好客精神。 狄特肥的态度却与该游截然相反。 狄特肥不尊重仕途, 而且还总想在弟兄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狄特肥不欢迎探访的弟兄, 连有人想款待他们, 他也要阻止, 还要把款待弟兄的人赶出会中。 另外,约翰称赞他的另一个基督徒朋友, 他叫迪米特。 约翰的第三封信, 可能就是由迪米特带给该游的。 你知道吗? 在约翰三书第六节, 约翰请该游用上帝喜欢的方式 为探访的弟兄送行。 这意味着, 为他们提供旅途所需的物资和旅费。 该游显然这样做了。 约翰的第二和第三封信都比较短, 他在这两封信的结尾解释, 这是因为他希望很快可以跟弟兄们面对面交谈。 已读约翰三书时, 请留意。 基督徒表现浩克精神非常重要。 骄傲的迪特肥的态度与该游的截然不同。 约翰对跟他一同承受上帝王国的弟兄, 有多么深切的爱。 游大书简介 这封信的执笔者是游大。 游大同母义父的兄长是耶稣基督。 游大于公元65年左右写成游大书。 写作地点可能在巴勒斯坦。 当时基督徒会众混进了一些没有道德操守, 像动物一样受欲望驱使的人, 情势相当危险。 于是犹大提醒基督徒要为信仰奋战。 犹大书一共有25节。 第五和第七节, 犹大提醒我们, 耶和华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后, 把当中不愿意信从他的人消灭了。 类似的, 上帝惩罚了索多玛、 俄摩拉和周围城镇的人。 他们遭受永恒之火的刑罚, 成了我们的前车之简。 第十二和十三节, 犹大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 他把潜入基督徒会中的不法分子比作 水中的暗礁。 不降雨的云随风飘荡。 不结果的树被连根拔起。 海里的狂浪卷起泡沫。 你知道吗? 犹大记录了一些独特的资料, 使其他经卷没有的。 只有他提到天使长尼迦勒 为摩西的遗体跟魔鬼争论。 也只有犹大提到以诺的语言, 也就是, 上帝将任用千千万万的天使 对邪恶的人执行判决。 犹大在书信结尾鼓励弟兄们 要留在上帝的爱里, 要继续对心存疑惑的人表现怜悯, 并把他们从活里抢救出来。 一读犹大书时请留意, 犹大举出的实例 说明上帝怎样实行审判, 书中生动的比喻有什么含义。 一个人如果想承受上帝的亡国, 就必须在道德方面 符合上帝的要求, 并与上帝有良好的关系。 启示录简介 启示录是使徒约翰 在大约公元96年写成的。 当时, 他被放逐到了拔摩岛。 启示录与圣经的第一本书 《创世纪》有着紧密的联系。 《创世纪》告诉我们 人类为什么会失去乐园, 启示录则透露乐园 会怎样在地上重建。 启示录共有22章, 可以划分成16个异项。 在第1到3章, 约翰奉命向七群会中传达信息, 分别是 以弗索、 士美拿、 别加摩、 推雅推拉、 撒迪、 非拉铁飞和老底加。 在第4和5章, 约翰在意象中看到宝座上的耶和华, 上帝把一个被七个印封起来的书卷 交给绵羊糕, 也就是得了荣耀的基督。 第6章, 耶稣揭开了其中六个印。 打开前四个印的时候, 有四匹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奔来, 后面三匹马分别给地上带来战争、 饥荒和死亡。 第7章, 约翰在意象中看到四个天使抓住毁灭的风, 直到上帝的以色列全体都被盖印。 约翰也看到无数来自各个国族的人, 他们从大患难中得救。 你知道吗? 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预告, 女人的后代会粉碎蛇的头。 这条蛇引诱亚当夏娃反叛上帝。 启示录说明, 魔鬼撒旦就是最初的那条蛇, 就是他利用一条蛇, 引发了人类最初的反叛事件。 女人的后代的首要成员是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 次要成员是和基督一起在天上做王的人, 这些人共有十四万四千。 第八和九章, 绵羊膏揭开第七个印, 约翰看到七个天使拿着七支号筒。 他们吹响号筒, 宣布上帝对人类的判决。 第十和十一章, 一个强壮的天使递给约翰一个小书卷, 让他吃下去。 之后, 约翰奉命丈量圣殿。 接着, 又目睹了上帝的两个见证人的经历。 这时, 第七个天使吹响号筒, 天上发出红亮的声音说, 统治世界的王权, 现在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和他委任的基督了。 第十二章, 约翰看到一个男孩, 一出生就被带到上帝和上帝的宝座那里, 又看到撒旦和他的天使被摔到地上。 再接着的第十三章, 约翰看到可怕的野兽掌管所有国族。 第十四章谈及, 绵羊膏站在西安山上, 有十四万四千人跟他在一起。 在十五和十六章中, 有七个天使用七个金碗将上帝的愤怒倾倒在地上。 另外, 上帝与地上列国会在哈米基多顿展开战争。 哈米基多顿是一个象征性的地方, 不是实际的地点。 第十七和十八章提到一个喝醉的娼妓, 名叫大巴比伦。 一开始, 他骑在一头鲜红色的石角野兽身上, 不过后来, 野兽反过来摧残他, 把他消灭了。 在第十九章, 约翰看到耶稣率领天军铲除一切邪恶。 最后的三个异象记载在二十到二十二章, 分别谈到撒旦坠入无底深渊, 耶稣施行千年统治, 死人在地上复活, 以及恶人和邪灵遭受永久的毁灭。 约翰也看到充满荣耀的新耶路撒冷, 一条流淌着生命水的河, 从上帝和棉延膏的宝座流出来, 河的两岸长了生命树。 你读《歧视录》的时候, 请留意。 异象告诉我们, 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做的承诺会怎样实现。 上帝将通过基督铲除一切邪恶。 上帝的王国将会在地上 实现耶和华的旨意, 就像在天上一样。 今晚没有任何人喜欢的 这个华的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